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预计将会有大量人潮涌入主场馆 交通局也已经议定选手和观众分流的疏度方案 很多用路人已经发现 高雄市中正路和国外路部分路段的内线车道 已经画上世运会专用道的标记 由7月16日到26日世运举办期间 这个车道由早上7点到晚上7点 只有世运专车可以行驶 开闭专用道势必会影响一般的用路人 市政府也都推出世运期间 使公车全部免费的方案 鼓励民众多搭公车避免塞车 而高雄市长陈谷也都特别关心 开闭幕典礼当日观众的疏运计划 世运开闭幕两日由旁晚开始 预计将会有超过4万人涌入主场馆 交通局提出分流措施 选手借到左营军区的专用道路 而表演团体的专车就是行军效路 观众的部分建议 大多数是利用大众运输 民众可以将车停在接运原线 5个大型接驳停车场转成接运 下午5点开始 高铁站和主场馆 还有接运西运站 还有主场馆之间 也都会加开专车接驳 散场之后 高铁将会在晚上10点36分 加开往台北的班车 台铁也都会加开高雄和嘉义之间的区间车 还有北上举光号列车 疏运外院市的观众 迎接西运贵宾 苏雲计划要做到万无一失 人潮车潮都不能够打劫